大家好 欢迎你们又回到梓恩塔罗解的塔罗事事的时间 这个星期梓恩收到的题目就是关于律政司司长郑若华小姐 郑若华女士问的人想知道律政司司长郑若华女士的事图将会是怎样 因为最近有一些风波关于家居里的签建 即是说一些犯法的事 一个司长一个守法行法的人 但是自己犯了法的事情发生 问者想知道这位司长将来的事图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就以一个我自己去到感觉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以这件事其实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教训 因为世间上所有事情的发生必定是有它发生的原因 没有事情是没有一个助力没有一个好的原因而发生 其实是不会有的 无论那些事情是小事甚至是大事 大事就更加了 所以好像这件事我会叫它做是一件中事 因为它就算是犯法来说 其实也不是一件死人塌楼杀人放火的事情 纯粹就是大家在玩一个power game 其实大家是政治的事情 就是政治就是大家你赢还是我赢的一些游戏 基本上就是很无聊的游戏 你赢点还是我赢点 你赢点还是我赢点 大家就在无厘头争来争去 其实最终就是如果你说有智慧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和平 有爱 平安 就是我们最终的本性也是我们最想要的那件事 不过我们或者说姑且不要拉到那么远先 不要去分析为什么人要玩这些游戏 不过是一个有智慧的或者是一个higher self的角度里面 所以我们出牌就看看这个事件 律政司司长潜见的这些事情发生了 以及对于他的仕途的影响各个方面 这个事件对于我们又有些什么 对于我们作为也都在这个司长管理以下的人民 是不是 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民来说 对于我们的 我又不想说教训 或者对于我们的给了什么insight 给了什么啟示 给了什么智慧我们 相对地我们也都想知道 从这个智慧里面 这位司长 将来他的仕途的可能性又会是怎样的呢 当然现在已经开始了 很多人就在网上都已经会说 他会不会和哪一位民望很低的一样呢 课施有些人就说 很多人都在预测的其实 很多人都喜欢预测很多东西的 所以预测其实真的不重要的 其实预测是不重要的 因为每一刻我们的意念 都已经是我们建筑将来实际会发生的东西 我们的意念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不去想政治的东西 将自己的注意力去建构自己想创造的人生 好的人生 那就很棒吧 但有些人很糟 我说到很远 但刚好来到这个位置 很多人就很糟 将注意力去想担忧害怕的东西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但又有些人 就肯定是一味 就去想一些注意力 放在一些政治的东西上面 并且想得很负面 其实都是基本上来说 都是不着数的 因为如果你知道 或者你已经知道 或者你已经相信了 你就知道 其实这里我们的意念 看不到的意念 根本就是架构了 将来的实相 的种子 真的是你这样种出来 所以如果你想想你的思想 或者什么是坏 有一个坏的思想 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你就在做一样 对自己是很无利的事情 所以必须要 当我们特别用到塔罗 去求一个启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因为突然在塔罗教学了 就是我们要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一个中性的状态 就是我们是空性的状态 亦都是 就是没有说 我想它坏 我想它好 我想怎样 我又想不想怎样 全部都没有的 这样来看 好吗 那大家跟我一起 将这个很好的状态 只剩4分钟 出一只牌 我们求高我宇宙的智慧 给我们这个题目 刚才讲了一个启示 我们也想知道 律政市司长 郑若华女士 将来的仕途可能性 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再来一只 好 两只牌出了 三分多钟的时间 看看 Devil's Play 第一只 Devil's Play 第二只牌 第一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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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 当我们的意志力 或者我们的角策力 我们的注意力 就是我们 Devil's Play的时候 玩到傻了 爽了 这个Devil's Play 你会看到那两个人 好像喝了酒的一个状态 玩得很开心 玩得很疯 正所谓 你的角策力 角悟力 角策力 是低的一种状态 你的警觉力 是低的一种状态 那就是说 我们 有时 太过开心的时候 我们是会做错事的 所谓的错事 其实在灵魂的角度 是真的 并没有对于错 但是 亦都说过无数次 特别是塔罗时事里面 国家有国规 公司都有公司的规矩 为什么要有规矩 就是因为我们 很多人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有 一些游戏规则 要守的 OK 国家又多些了 公司又少些了 一个家庭里面 其实基本上都有的 都是会有的 是的 当我们有人不守规矩的时候 就会乱了 是不是 最简单的规矩就是 如果你已经签了指 一夫一妻的 你有第三者的时候 其实另外那个 已经可以告你了 你已经是犯法的 是吧 去到如果说深入一点 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叫做家庭系统排列 如果有些朋友仔 有看过 甚至乎有玩过 就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看不到的角度里面 能量感觉 能量的角度里面 是有系统的 家庭系统排列 所有的东西是有一个系统的 当我们不守系统 就是大家已经既定了的规矩 如果你是不去守它 跳出了范围的时候 然后呢 就是 亂了那件事 而整体上 都会有一些损害 那这些呢 表面上看 连智欣都会说 潜见 好像都不是说杀人放火 不是说这么大件事 但是呢 当你一个角策力低了 Devil's play 在这个层面里面说的就是说 当我们呢 可能被快乐充分头脑 或者是开心得仔 有时候我们都会 忘记了一些要守规矩的时候呢 这样呢 其实呢 你犯了规就是犯了规 第二个牌来 confirm 我们呢 narrowness 它是代表了 那个思想上面的狹窄 我会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当你真的犯了一些规矩的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体系里面 大家都只会照着那个应该的那个规矩 这样来到或者说是惩罚 或者是说看你的 是的 narrowness 这一只牌 正正就是你看到它里面 一条一条的柱 是走不出这些柱 在这个状况里面 在这种事件里面 即是说犯规的事件里面 我们是不会有一个正所谓是说 好像说慈悲大爱 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讲到是规则规矩的时候 所以呢 很对不起了 大家就会是 在这件事上面 就是会对你扣分 因为你的觉察力低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呢 甚至乎 在玩游戏不知道游戏规则的时候 那就是要接受这个 narrowness 即是大家不断看你就是这样看你了 你不要要求我们有慈悲心 大爱 对不起 不是这个位置了 那今天呢 这两只牌子 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些信息 虽然看上来好像 哇 我们不是说 spiritual的层面 我们是要说有大爱 有什么的 有慈悲心的 那样 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有说 耶稣都会是 发露 都会对人是有一些管教的 所以呢 为什么呢 当人很多的处境 的状况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是真的要有些规条 规矩 是要去到遵守的 那如果好像今次这个情况 这样发生了的话呢 对于律政司司长来说 希望他如果 赚到一个智慧 赚到一个智慧的 自己也可知道自己今次 需要在哪一个位置 以后不再烦的话 已经是赚了 对于我们来说呢 也是刚才所说的了 就是我们要知道 玩游戏呢 是有游戏规则 无论国家 公司 还是在一个家里面 好 那希望 这个信息 大家对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得着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